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集就来到便利店 去带大家找一些很特色的食物 这个我刚刚看到的 样子很像红薯的糕点 然后我还发现了 香港女生很喜欢的Jumu Jumu 这个是芝士 它后面写着是香蕉味的芝士 不知道是怎样的呢 等一下试一下 然后还有红色包装的 士多啤梨味 这个都是推荐 我个人推荐给大家 这个是一个黄土的汁 我自己喝过也挺好喝的 这个是新的产品 它是渣酱饭 然后是便利店的 我猜是店长之类的素 它的桶味很浓郁 很甜 然后在它订的时候 我就吃这个芝士 哇 黄色的 来吧 它真的是芝士来的 就是咸咸的芝士 混到士多啤梨味 但是很好吃的 我觉得挺可怕的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送的炸酱饭 记得吃之前拌一拌 還有一粒鸩鸩蛋 嗯 好味 嗯 我已经吃饭了 嗯 很有炸酱味 饭很腍 真的很好吃 好 接下来就是这个红薯包 刚刚有人跟我说 原来叮一下更好吃 它叮完和还没叮之前 差很远 现在是整个皮都很腍 真的 这个我想买回香港做手信 我觉得这个OK的真实 真的很好吃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 C.U.Rion的芝士蛋糕 它印在上面 这个一定要买 哇 有红袋啊 这个是蜜桃汁 我看到这个很漂亮的便当 部队窝 里面有这个 即食面 有些年糕 还有通粉 我们现在去付钱了 好 这个是mini版的部队窝 三分钟 在等着的时候 我就要试一下这个 其实这个 韩国人买了一包之后 它会倒入冰杯那里 但因为现在是冬天 天气太冷 所以我就这样喝 嗯 很好喝 酸酸甜甜 你这么快闻到 我闻到很开心 那里还没追蹤啊 蛤 你说那个 你说这个 Ryan的芝士蛋糕 其实它也是一个 平常普通的芝士蛋糕 但它也是 它的卖怎么知道 是它这么Q的样子 而且还可以的 挺好吃的 好 终于都丁完了 哇 哇 好香芝士味啊 哇 太热了 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啊 我看到这么多款的便当 其他都好像日式那些便当 但这个呢 是真的很韩式 它还这么漂亮 特别做一个圆形的胶兜 给你扮演部队 嗯 嗯 煎骨的面子很淡 整个都很软 它的汤就不是很辣的 除了便利店之外 相信大家去旅行都很喜欢行超市的啦 想看我们在韩国的超市有什么好推介 MASTER下一集啦 最后一集啦 记住看呀 拜拜 拜拜 嗯 嗯 嗯